第三单元 养不教,父之过,教不言,诗之舵 子不学,非所疑,又不学,老何为 在抚养小孩子渐渐成长的过程中 如果父母没有给良好的教导 就没有做好父母亲应该做的本分 而在学校里,如果老师没有认真教学 严格督促学生,那就是老师怠惰了 小孩子从小时候就应该认真学习 长大以后才能有所作为 所以学习是很重要的哦 以前的人既是很穷,也会很想好好读书 下面我们就来听听武训新学的故事 一百多年前,在今天的山东省冠县 诞生了一位千古奇人,武训 人之初,信本善,信相近,信相远 国武将,信乃迁 武器,快来避雨 娘,他们在唱啥? 怎么那么好听? 他们在读书啊 读书,他们为什么要读书,还好听得读书生哦 读了书才能认字,才看得懂圣贤的书,才能做一个圣贤的人呢 什么是圣贤的人呢? 就是很好的人呀,他们讲道理,有信用,总是会替别人着想,是做大事的人哦 我也要读书,我也要做一个圣贤的人 我也要读书,我也要做一个圣贤的人 好心的大爷大娘,给口饭吃吧 好心的大爷大娘,给口饭吃吧 娘,娘,我要到钱了 我们有钱了,我要去读书,我要去读书 娘,娘,您怎么了 傻孩子,这点钱是不够的 你是不可能去上学的 娘,你不要哭,你不要哭 我不上学就是了,我不上学就是了 从此以后,五七不再吵着要上学了 每天随着娘到市起讨饭 但她总是忘不了读书这件事 一有机会就到学堂去看其他的小孩念书 有一天,她又到学堂看小朋友读书 正当她听得津津有味 哪儿来的小乞丐,你在这里干什么 哇,哇,好痛,不要抓我 我来这里看人家读书 看人家读书?去去去,我看你是来当小偷的 我不是小偷,我不是小偷 小乞丐,上学是要缴钱的,你知不知道 以后不准你来这儿,快给我滚 小五七难过地离开了学堂 几年后,五七的娘死了 为了维持生计,她便到一个秀才家当长工 五七,那,把这些春联拿去贴好 是,何爷 哎呀呀呀,这是什么跟什么呀 柳畜兴旺竟然贴到大门 主舍给我贴何家平安 真是气死我了 五七虽被秀才痛打一顿 但是他一点也不抱怨 反而更加卖力工作 来弥补不认识字的缺失 嘿嘿,五七这小子 干活真是勤快又利落啊 嗯,不如多留他几年 有一天 老爷 我在您家工作已经三年了 很想回家看看 您给我结算工钱好吗 好好好 我算一算啊 你借贷了钱 底工资都不够 还要再做三年工才可以回去啊 老爷 您弄错了 我没向您借钱呢 你没向我借钱 这个借质上明明就有你的话压呀 冤枉啊 老爷 这真冤枉啊 您是独书人 怎么可以骗我们这些独世子的人呢 你欠债还想抵赖 来人啊 给我拖出去打 老爷 我真没有啊 我没有啊 冤枉啊 冤枉啊 真冤枉啊 武器受到这样的打击 难过极了 他想 唉 都是因为我不认识子 才会受人家欺负 天底下像我这样没钱读书的人 一定很多 我应该要帮助他们 于是他决心要尽一切力量 来完成这个心愿 就这样 经过了三十年的努力 在他五十岁的那年 武器来到了当地一位士绅 养老爷家门口 拿去吧 快走快走 我们老爷没空 我不是来要饭 也不是来讨钱的 这些是我攒来的钱 希望养老爷能用这些钱 帮我办义学 养老爷知道后深受感动 便决定帮助武器 让许多穷人的孩子得以上学 山东省巡抚张耀知道后 大为感动 便给武器四名为训 武训新学的故事 也成为人们的传奇